王者荣耀世界冠军杯KIC的比赛现场 我是主持人02 Hello 大家好 我是若木 大家好 我是老王 未来电竞旗舰成就王者表现 感谢官方比赛用机iQoo12 不忘初心 生而强悍 全面进化 再造优雅 感谢喜护杰的王者品牌 青阳对世界冠军杯的大力支持 用青阳清爽控油 走位更有形 操作更亮眼 巅峰峡谷 王者坐驾 上汽大众 0度L 无框车门带飞全场节奏 悬浮时双联屏配合 锁定胜局 即刻登陆 上汽大众官网 解锁辣感 新体验 喝东鹏特饮 加个能量buff Carry全场 无人能挡 累了困了 喝东鹏特饮 赛前两队火力直拉满 趁热上美团 搜开黑 超多热饮 热辣火锅 火热抗寒神装备 还有皮肤道具 观赛门票 美团神券 等你一波拿下 开局赶勇闯 够胆碰一下 勇闯天涯 SuperX陪你碰到底 看队伍对决 碰出火花 够胆就来碰 感谢官方鞋服合作伙伴Puma 轻力支持 出装标配 超神开黑 适量卫营 实战秀不停 加十多几户 同量燃油 更强动力 激发高昂表现 别光看快连麦 上梯梯云 来把真的 找游戏搭子 上梯梯云 连麦开黑 赢更爽 选骁龙 痛快赢 第三代骁龙8移动平台 幻星登场 全新Snapdragon Elite Gaming特性带来卓越 移动竞技体验 全新卫营 让AI触手可及 步伐完品 KPL官方授权选手卡 闪耀加持 收藏升级 快乐加倍 感谢深圳市保安区 公共文化体育服务中心 对本次世界冠军杯KIC的大力支持 看试冠就上哔哩哔哩 赛时期间观看 无数直播间一分钟 必得亲密玫瑰等游戏道具 更有海量天选福利 快来参加吧 看试冠上斗鱼998 梦幻卡牌重磅回归 第一视角通通拿下 更有海量观赛宝藏等你来寻 试冠在启程虎牙陪你一起看 快来与赖神刺痛等二路主播 一起观赛狂欢 更有惊喜福利等你来拿 上快手搜试冠 赛事资讯一手掌握 更有明星主播陪你锁定赛场高光 上咪咕看试冠 赢取总决赛门票和精美周边 咪咕超级锦理就是你 打开腾讯视频搜索 王者试冠进入直播间 签到发送弹幕参与抽奖 QB精美手办等你来抽 打开手机版QQ 搜王者试冠 观看比赛直播参与抽奖 永久皮肤 王者周边等好礼送不停 看直播发弹幕 为写的战队加油助威 各位主持们可以登陆 哔哩哔哩 斗鱼直播 火牙直播 快手 民估视频 腾讯视频 观看全部比赛 打开低声大屏 看清团战的每一个细节 欢迎登陆极光TV观看 2023年王者荣耀世界冠军杯KIC 全程直播 本次王者荣耀世界冠军杯KIC 由VSPO独家制作 好的欢迎穆哥 做客我们的试惯评论席 前几天我也关注了一下 穆哥的直播间 都是在直播间给自己的好友 KSG加油 老冬家老冬家 是是是 然后今天其实来到现场 而且这场比赛很有意思 是微博和TTG 他们获胜的一方 才有资格跟KSG打 我今天是比较支持 管转TTG的 为什么 因为我特别喜欢分枭这个选手 就我看到打比赛有一种 他以前是那种路人玩嘛 有一种从路人玩 然后养成到冠军设手的感觉 因为我能明显看到他进步 在赛场上的表现 每个赛季每个赛季更好更好 对我会觉得 我特别喜欢这个个人选手嘛 然后我觉得今天TTG 是能拿下这个比赛的 对 养成戏 然后你从直播间看着 今天直接来现场 为分枭打call 对对对对 虽然我们调侃了一下 但是其实这场比赛 是败这组的对决 所以就意味着今天这两支队伍 一定会有一只止步八强 我觉得其实这个还是挺残忍的 败者组第一轮的大幕 在今天拉开 一定会有一支队伍 在今天这一场比赛中 去告别舞台 告别试管的舞台 这两支队伍呢 他们的上一场比赛 其实整体的状态 都是不是特别的好的 你像广东TTG 他在前期的野区步防上 可能就每一局都是劣势 我觉得他们今天需要调整 然后北京微博呢 可能也是在于中期 中后期的一些打团上头 我觉得今天都需要解决掉 是的 尤其是北京微博那边 我其实会感觉到就是有 他打蓝队 我感觉是有 起码两到三把是 拿到优势之后 被翻 然后因为对自己一些小失误 然后被蓝队找的机会 就翻盘了结果 对 然后当时在第六把的时候 他们败方选边 选择到了红色方 我觉得这个版本 蓝色肯定是好的 对对就是蓝色更好的 因为有非常非常多强势英雄 就像昨天K14年把出的一样 就是我到第六把其实有啊 蓝色方就能拿 皮皮啊 史莱姆斯啊 卡芬尼啊 提蒂啊 这些英雄 反正总归能拿到 我还是觉得这版本 越到后面也是蓝色方越好 对 来看一下在我们美团外卖上 今日粉丝的支持率 有57%的观众支持的是广州TTG 玩家们也可以到我们的美团APP上 去参与竞猜哦 老汪你觉得呢 我确实也看好TTG多一些 因为TTG他们整体 你像青青和布然这两个选手 在我们联赛的时候 他们的状态就一直非常的好 如果今天把 就是之前那些事物都调整好的话 其实他俩的配合 在上半途是很无敌的 嗯 我觉得当时微博也很有机会啊 因为他其实在守轮轮狼队的交手 还是有来有回的 我觉得双方 呃 在前面的一个状态 看起来也是接近于55开的嘛 我觉得那一场的话 确实会发现可能 微博的策略是需要去调整一下的 比如说当时他们呃 这个看家的英雄 镜是一直都没有拿出来 对 要么自己扳掉 要么对手也扳掉了 对 得看在红色方还是蓝色方吧 因为红色方的一个班位 确实有限嘛 是 微博其实你看他上次打狼的 那个第三局的沟通 对手也扳错的其实非常的好 就当时被被提前蹲了 但他们一点都不慌 都能够猜得到的 嗯 然后刚刚我们也看到 画面当中有风霄啊 今天是风霄和乔西两位射手 去给大家啊 送出了他们的亲笔签名的画作 非常的不错 乔西这个画作有一种 顾全大局的感觉 呵呵 都填满了 是的 然后我觉得呃 像风霄这边 我们看了一下他小组赛的数据 可能也是因为同组是没有来自 KPO赛区的队伍嘛 所以风霄的数据 其实小组赛是非常华丽的 然后来到淘汰赛 我觉得第一场比赛 他也是队伍当中 非常值得信赖的那个carry点 对 而且风霄的出装 我觉得它是特别的扎实啊 就是上来 只要我有连体的情况下 比如说我辅助这个小明 我第一件基本都是 这个肉装棋手 一个守护手直凯 或者一个竞技护手 非常稳 我特别喜欢真的 这种出装方式 是的 那么比赛马上开始 让我们把时间交给解说戏 大家好 我是今天解说屏子 大家好 我是今天解说黄超 大家好 我是今天解说广州TTG许诺 败者组的大幕 今日拉开 那么马上就要进入到 我们败者组第一轮的 第二场的比赛 那么在这场比赛 广州TTG和北京微博 这两支队伍的话 在过去的这一整个赛季年 在两个联赛当中 他们都进到了总决赛 北京微博在春季赛 进到了总决赛 但是很遗憾 没有能够捧起冠军奖杯 但是广州TTG成为了 我们的新科冠军 也同样的进到了总决赛 并且成功夺冠 两队我可以说 在过去的一整个赛季年的联赛当中 都取得过非常优秀的成绩 但是在今天 他们必有一个退伍 会离开我们的KIC的舞台 是非常残酷的 这也是为什么 我们在前面几天的比赛的时候 不断地去强调的说 能不掉败者组 就不要掉败者组 并且在败者组的情况下 大家的目标都一定是总决赛冠军 而且现在的一个赛季情况 要可能说你要一穿四 并且是连续要打的 今天如果赢了 明天还得继续 对 从今天开始一直打到28号 如果你每天都打的话 打到27号 连续四天全部赢下来 才能够进到总决赛 那么今天的比赛 前方已经准备好了 让我们把目光聚焦赛场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欢迎来到2023王者荣耀世界冠军杯KSE淘汰赛的现场 世贯淘汰赛首轮失利的两只K票豪强 相运在淘汰赛败者组的首轮 是离开赛场还是继续征途 仍需比赛见分享 有请第一支队伍北京微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有请他们的对手 广州TTG 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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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破浪成功的广州TTG 和追梦不休的北京微博 都不愿事惯的旅程终止于此 但只有胜者才能不留遗憾 2023王者荣耀世界冠军杯 荧光向世界 各位现场以及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 残酷的败者组的第一轮的第二场 北京微博和广州TTG的比赛 将会迎来我们接下来要能够在败者组 晋级到下一轮晋级到六强的一支KPL战队 同样的也将会迎来第一支 在世贯正赛淘汰的KPL赛区的战队 两支队伍他们在之前的历史当中 有过非常多的交手 一共19次 而北京微博的话略微领先 但是其实他们之前 在比赛赛场上是有过不少恩怨纠葛的 尤其是在BO7的赛制环境下 说到BO7 这在BO7的交友当中 广州TTG他每次在冲击排名的路上 如果遭遇到北京微博都被他们给拦了下来 是的 这个故事你就得从20年开始说起了 他们曾经在20年世贯交手过一次BO7 当时是微博4比3将TTG拦在了8强的路上 然后又在20年春微博把TTG拦在了4强 20秋的时候微博又在季后赛 把TTG拦在了6强 是的 到了去年的春季赛 北京微博也是将TTG在季后赛拦在了8强 历史的5次BO7的交手 广州TTG有4次都倒在了北京微博的面前 但是广州TTG在二年的春季赛的那一次卡V赛的BO7 是赢过一次北京微博的 所以他们今天在这里 在KIC的全新的版本之下 全新的状态之下 他们需要摒弃掉过往 现在以一致全新的队伍 全新的状态来面对这一支老的宿命的对手 而北京微博在上一场的BO7的交手当中 2比4败给了重新狼队 没有能够暴露自己的巅峰对决的阵容 而广州TTG其实是和苏州KZ有所暴露的 这两支队伍的话 在上一场的比赛状态感觉是有点相似的 从微博来看的话 他上一场打狼队的时候 乔西的状态是很好的 然后风霄的话 在上一场的话 其实他的表现是比较突出的 所以今天的比赛的话 可能会更多的聚焦于到发育度上的一个对抗 但是因为微博和TTG 都是我觉得上野很强的两个队伍 我希望在这一场的话 能够看到上野的一个 像他们颠覆器的一个发挥 对 因为我们在昨天的比赛 其实有看到 像南京黑日酒精 有把边和在这个版本拿出来 帮助队伍吃分 其实边和呢 这两个队伍 一个是青青 一个是紫墨 他们都是具备着这样的一个 把战术体系倾斜到对抗路能力的战队 对 也是两位联盟顶级边路选手了 他们有着这样的实力 所以他们能够这样去辨证 而在打野的位置上 暖阳 林衡在上一场比赛 他的打法风格也是很激进的 多次的入侵野区 但是最终都没有能够讨到便宜 而不然的话呢 他在上一场打野的位置 其实在一血上控制的比较差 就是两队结合上一场失利的原因的话 北京微博在今天要做的就是 不要在野区上面出现失误 尤其是在进攻对手蓝区的时候 对 然后广柔TG就要考虑前期的时候 在自家打野位 不然这个位置 他千万不要再犯像上一次 直接掉衣血的这种失误了 对 因为他在玩到野盒掉衣血 或者玩到檀野掉衣血的时候 对于团队的整个节奏而言 都是很伤的 但其实两个队伍的打野的话 他都是有自己的独特的节奏的 像暖阳的话 在之前的话 他是他玩到野盒的时候 换野包括一些就是入侵的话 他其实还有守野区他做得很好 然后不然的话 其实我们整体TDG的一个野区的入侵 在之前就是状态比较好的时候 是能够在前期甚至在野区 野区保护机制没有消失前 就能够去入侵到对手的野区的 就直接进到野区去打优势 所以我希望TDG能够找到这种感觉 包括微博也是 就是他们在今天的野区攻防上 可能会像我们昨天看到那场比赛 有完全不一样的地方 昨天比赛可能在前期打的会比较温吞 但这场比赛 两支队伍在前期的进攻性上 都是具备着很强的进攻属性的 尤其是在上中野的对抗上 他们前期的想法会特别多 可能在第一波兵线交汇时 就会有一些很奇妙的布局 对 比如说边开 但是边开的话 好像效果也不是特别好 就是因为有一个决定性的 中路的兵线权的问题 这个一定要弄清楚 否则的话你就算是边开了 你打了状态 但是如果你深追的话 对面的中线比你拿得更快 这样的话他可以第一时间支援过来 在上路减轻和多打扫 反包围 还有就是一个红蓝方的一个选择 你如果在红色方选择边开的话 其实你发育路上的收益并不高 但你在蓝色方 如果是打野选择边开 打野只需要兼顾一个中上半区就可以了 然后可以把下半区的红buff 直接让给自己的发育路 让自己的射手打得更加的顺畅 对 所以你在边开的时候 现在有两种边开 北京卫博在上一场比赛的时候 发育路边开 广众精力技呢 在今年的比赛里面 给我们看的更多的 就是对抗路的边开 是的 它完全不同的边开效果是不一样的 而且在前面的比赛 两支队伍他们其实给我们展现出来的 战术风格是多变的 他不会说今天我就用这一套战术风格 来跟你去对抗 而是说我可能会在 就正常发育的节奏 或者说边开节奏 或者直接进攻野区的节奏上 灵活切换 这种就是其实是一个 队伍之间选手的对异了 开局这个东西 我觉得最有战术性的 有的时候你一个开局 开对的话 可能因为前期的一波失离 你会导致前期的节奏 当然对的 在之前的比赛里面 我们看到在发育度的两位选手 乔西和风霄 他们的MVP次数都非常多 乔西拿到了7次MVP 风霄是6次的MVP 这两队其实在小组赛的表现 就可以说明他们 其实在这个版本之下 是比较倾斜在发育度上面的 是的 是会把大量的资源和保护 包括阵容选择的优先级 都会给到他们的发育度选手 是 而且在阵容的选择上 现在进度当中的花卷 在上一场比赛的表现是 大家有目共睹的 非常C卷C卷C 而子焕的话 在上一场更是拿出了 诸葛亮帮助队伍拿下一分 诸葛亮不仅仅是诸葛亮 他诸葛亮表现得比较好 他是那一场的话 应该是玩了 我记得是三把法刺 赢了两把 在后面的话 其实BO7在第六局的时候 会有更多 我们没有见过的英雄会出来 是的 他使用了一把不知火舞 第一局帮助队伍拿下了第一分 然后紧接着在第六局比赛 用诸葛亮帮助队伍进到了巅峰对决 那把莉莉安没有能够赢下来 比较可惜 莉莉安也是作为一个 就是LV英雄 他的抢率和斑率 都是比较高的一个英雄 是的 而花卷的话 他在上一场叫做狼队的时候 他第一把也是不知火舞 但是很遗憾那把没有赢 对 但他后面也有用过 像上官网儿这样的法刺 对 就两名选手 其实在整个BO7上面 一个法刺的使用率是很高的 有可能会出现三个英雄左右 对 这也是这两个队伍 在这一次的KIC 给我们展现出来的独特的风格 就是打前击进攻 就是打中路法刺 就是打你边线 是的 找节奏 但今天的比赛 我还是有一个比较担心的 因为之前的一个BO7 不管是小组赛还是BO7 拿出的雅典娜的效果 就是所有的队伍 好像就是没有赢过 骚扰流雅典娜都没赢 对 所以我在想的话 就是后面的比赛 还会不会再出现这种情况 通过之前的阵容选择来看的话 北京微博拿出雅典娜 都是给打野的 但是帆帆他是有一手游走 为这个亚典娜的 他玩的效果不错 但是这个英雄的话 整体到后期的话 可能就是很难以 那个什么 骚扰流到后面 你可能 没什么用 就是你要坦度没坦度 要伤害也没伤害 大家都在抱团 你那个时候的骚扰 就行不成威胁了 是的 那让我们一起看一下 双方BO7 第一把的BP 蓝色方式 狗狗TDG LoveZDG教练是先搬掉了 PB大桥和一格 先搬了两个体系型的辅助 而10号教练 则是先把刀幕防卫处理掉 但是放出了史莱姆斯 搬掉的是卡芬妮和提力 这样的话 史莱姆斯直接在蓝色方 给到了TDG 放出来的英雄有点多 蓝领王 还有镜 这两个英雄 都没有拿去拿了一个史莱姆斯 那微博这边 可不可以考虑把镜给拿了呢 这没理由不拿 镜要直接拿的 对 对对方已经是史莱姆斯 你要考虑有一个非常强的野核 在打团的时候 能够把史莱姆斯切掉 对并且是暖阳的一个镜 它的发挥在比赛上是不错的 铃横的镜拿到了 这是终于拿到了 对 这是在和重庆狼队交手过人当中 一直被狼队送上班位的镜 是的 在之前的所有的KIC的赛程当中 铃横的镜只被放出来过一次 并且就获得了胜利 这是他在这一季的PIC 第二次能够选到镜 看一下TTG后两手的选位在上野上做得很强 凯和姬小满 姬小满的话 在这个版本确实是比较厉害 他唯一对线可能稍微怕的是一个夏洛特 但是这边已经进一家火舞的情况下 配一个夏洛特 我觉得是不太合理的 所以可以直接出姬小满 然后北京微博在下落的位置选择了加罗 这把的话 微博他既然已经拿了这么强的中野 我觉得他后面的游走位 也可以拿一个开乱能力比较强的 比如说朗博或者说拿一个张飞 然后在对抗路上面的话 可以考虑稳的来就是来个连坡 如果还想拿线权 拿优势的话可以考虑狂铁 狂铁加近连坡加近的一个组合 其实在上盘组是很强的有波舞 所以在前面的话 对抗路微博这边可能会比TTG稍微强一点 然后我们看到TTG搬掉了安奈特 安奈特加加罗这个组合 我上一场解说的时候 我就很期待这两个社府的组合 因为他对线我觉得是没有一个能对的 对 但其实安奈特在我们这一届的KIC的搬率不高 截止到昨天的所有比赛结束之后 只被搬掉了17次 因为这个英雄他毕竟是一个软斧 没有什么视野能力 他不像皮皮有着很强的保护能力 对 安奈特其实就那一下保护 对 可是TTG在前五个搬位上 已经搬掉了四个辅助了 又搬掉了赞尼尔 而微博的话则是把蓝绫王和异星给处理掉 嗯 微博的阵容的话 现在可能需要一个前排去保一个加罗的输出 嗯 要选的话可能就要在这时候把他选出来了 要飞泪吗 飞泪对抗路 嗯 飞泪的对抗其实在 他前期的话可能加进的一个组合伤害很高 但他到中后期的一个团战能力非常强 对 尤其是他残血的时候那个回复能力 可能你会感觉到能把他击杀 但是他不是的 他那个回血能力有点超乎你的想象 而且他好像在线上压这个夏洛特和技巧蛮特别好 嗯 对 他的二一技能基本上是一个比较好容易中的连招 并且可以配合猴武 如果猴武在靠上半组的时候 他们一个combo的话 甚至有击杀能力 哎呦 米莱迪 把这米莱迪给锁掉了 我以为他只是亮一下 没想到直接锁了米莱迪 有什么说法吗 哎 这个米莱迪的话之前有跟指换聊过 他觉得现在在这个试惯的版本下 猴武其实是没有太多天敌的 而米莱迪恰好就是觉得唯一一个能打猴武的 为什么 因为他的大招他是像一个像打击的二技能 像这种法刺进场的话很怕被控一下 对 再加上他有一个小兵 他在中路期限的时候 很多小兵能够去挡火舞的擅持 所以不管是在对线上面还是在团战上面 都是能够去限制一个火舞的发挥 在英雄机制上的一个小的压制 也是黄超在这一次的KIC 不断的向很多KPO中路选手 去推荐安利的一个可以用来打火舞的英雄 在这一场BO7的第一把 我们看到了TTG 就拿出了米莱迪 跟你有关吗 这可能跟我没什么关系吧 先摘干净啊 但是米莱迪这个英雄 确实我推荐过很多次用来去打不知火舞 因为就像刚才许诺讲的 他打火舞确实很好打 但是米莱迪有个点就是 他也很怕火舞合进 这其实是因为对线期他是好打火舞的 但是等到火舞到达4级之后 且在有闪现的时候 他只要招呼一下队友 因为米莱迪你在大招放出去的那一瞬间 其实火舞跟你把控好距离 有闪现的情况下 我直接选择闪开你 是能把米莱迪开到的 然后进在一套 米莱迪就没了 因为米莱迪很脆嘛 对 还是比较容易秒的 那么最后北京微博在游走的位置 并没有选择一个偏开团型的游走 而偏杰作型的跑图型的游走孙并 那么这道阵容 他可能会把开团的压力 给到不知火舞和菲类了 让这两个英雄上去开 但是孙并的大招 也可以作为一个先手技能 虽然说他没有直接性的控制硬控效果 但他那个沉默也可以帮助菲类 和不知火舞去打第二手的先手 整体来说的话 微博现在的阵容 它是在一个中后期 其实很强的 因为孙并加加罗的团战拉扯 但是他们唯一有一个 就是可能没有前排 对 他活舞也是一个非常需要去有资源 去抢中的一个中单英雄的情况下 这个中路可能需要进 或者是孙并多去帮他 米莱迪的话 中路是只要有一个凯在的话 他倾线是没有任何压力的 或者说你把子墨尽早的调过来 让进去挂边 让子墨的菲类 在前期打完对线 压完技要满之后就到正面来 这样的话你就有前排了 这把没什么意外的话 前三分钟微博的中线 会打得特别艰难 TDG这里的一个中野强度太高了 对 而且米莱迪这是一个 一旦在顺风期 频繁拿线权去转边压制的 效果会变得特别的强 这把的微博 有可能在前期的时候 会进入到逆风 那还是TDG的这个中轴 米莱迪的这一手选择 在前置位已经先亮出 不住后的情况之下 万万没有想到 10号教练相信他自己也没有猜到 TDG Live City教练会把这一手米莱迪 藏在这里 那么究竟米莱迪在这场比赛 对阵到不住后 能不能打出 我身边的两位所预料的那种效果 还是要把目光全部拒掉到赛场 虽然说我们在理论分析上 米莱迪确实是非常抗到不住后的 但是黄超也说了 他也很怕进入不住后 以及分类这种强冲脸的开团 进入双方BO7的第一局比赛 蓝色方是广传权 红色方是北京微博 我是本场解说 屏子 我是黄超 我是解说广州TDG取诺 让我们来看一下前期的分线 两支队伍也是比较喜欢 在前期的边去找机会的 禁是栏开 凯翼也是栏开 一个常规一字排开的站位 既能保证自己稳定开局 也能防止对方进野去换资源 中路线权的话 泰乙将比较低 听见速度可能会快点 选择孙并打残了泰乙 但活武清线压力好大 兵线有七八个 说好的中路就是三个兵 你怎么这么多兵 但这里的话孙并玩的倒是非常的可以的 他是卡在侧边位把雷挂在了后排兵上面 帮活武是打残了 所以活武之波在清线上面反而是快了一点 双方的打野都是栏开的竞相开 但是这样的话龙团的话可能会竞会方便一点 因为蓝帮武刚好双心在栏 是的 TDG的易血胜率很高 高达90% 对 上路飞泪压气小满没有问题 基本上这局比赛如果TDG不帮上的话 上路的清清会一直被子墨这么压 并且暖阳的话它是一个往对抗路发育的一个正常的野河节奏 对 而下路封销他的史莱姆斯还是需要一定的发育时间 在上下两条线上北京为博特斯对线优 但是TDG要利用自己的中轴优势来帮编出节奏 史莱姆斯对线一个加路的情况下还有孙并其实是很难受的 他是相当于有一个像真香一样的需要发育空间 到达中期的时候可能会 红buff直接让了 对不然把红buff打到中一丝血 让封销不用放掉这个线的情况下 回头丢了一毛把红buff给了他 拿到红buff的话可能对线会稍微产生一些天平的差了 上路 帮忙去抢一个四级之后往中带一下 但这波的话还是一个TDG的主动节奏 是的 现在看到的第一视角是广场TDG的清清 用的是我们的官方比赛拥击IQ12 未来电竞期间成就有王者表现 感谢官方比赛拥击IQ12 不忘初心身而强悍全面进化再到丢下 回到比赛当中 我来看看中路的线权依旧是无法抢复 只要凯往中路帮米莱迪占个视野 他去抢红buff的线会非常的容易 然后红buff想上来轻的话就会吃一波大招 中路的米莱迪就感觉像是那个原帅大将军 韩信点兵多多一散 是的 越多越好 而中路是红buff的话也确实只有劲能够去帮他把小兵给处理掉 我们之前看到如果出米莱迪的话就会选择一些倾线能力强的 周瑜 周瑜和江子 是的 会比较好打米莱迪 但是他米莱迪出的实在是太晚了 他后出的 不是后先选的吗 所以这一把的话可能微波的处理在到四五分钟之后 可能加入要早点来中路 让侯伍能够去编路打一个三二的单带 下路锚中了 对消耗一波 点一波 然后再退回来 和米莱迪过去也给了个大招 让季型上去捶一下消耗一波孙病 然后中路凯大招被打得出来不之后铺了一套 但是跟菲勒两个人伤害并不足以带走不然 好在凯的续航能力还可以 所以波罗的 季消满过来 可是后续的伤害不够了 后面的红基本上都是拿的 斯莱姆斯 这就是蓝色方发育路的优势嘛 但是我要被骚扰 注意红buff的血量 孙病的大 炸一下 火尾扇子 花蝶扇把红buff给反走了 斩杀线太高了 哇 孙病的一个大牢在那边 伤害很高 不敢去打伤害了 对 而且buff刚刚都应该在草里 嗯 对的 后面慢慢的出去了 计较满二技能 躲掉了菲勒的二 菲勒二技能也是一个 比较好用的控制技能 他可以把远端的人拉近 把尽量的人拉远 用下角的镜头里面看到的是 瑶瑶教练 还有一个 戴口罩的好像是花楼 楼教是吧 楼教今天不上班到现场 来给北京微博加油 看这条龙 这条龙两边都不是很好开 微博得先让晋回去拿个蓝buff 然后夏小波中线交汇的时候 凯和米莱迪可以把这个中线拿到手 嗯 但是这一波的话 技巧满先支援的 诶 龙团是想直接打吗 应该会直接开 因为姜曼把上线带完了 微博得派一个人去亲上 然后中线已经被凯和米莱迪过了 那这条龙可以直接开 好危险啊 不然呢 陈还是拿捏的很稳定的 是的 暖阳也是趁着这个时候 你去拿龙来反这个蓝buff 他直接交大招给蓝挖了 直接交大招给蓝挖了 对 在中路 这边是找机会 姜曼上去已经能拉了一下 这个菲类 只要威胁不到加罗 其实就没有打的必要了 而且现在刚刚我们在中路已经看过了 基小满加上米莱迪和凯三个人 想把菲类给击杀太难了 菲类本身就有两段控制 然后接一段位移 然后自己还有个闪现 相当于是两段位移 他的一个逃跑能力是很强的 又来了 这一波北京微博要进到红区 有逞 骚扰一下史莱姆斯拿这个buff 被不然抢回去了 是的 没有给到射手 主骚扰 要换节奏了 加罗这个时候要上去拿一个红buff 下路线的话 单给菲吃 菲也不一定敢吃 看有没有大招 有个大招就还可以 有大的 火舞加进手这个塔应该是没问题的 对 菲只要有大招 然后火舞给个往下走的誓言 史莱姆斯和太乙真人就不敢去压这个线了 那这样的话 TTT要不要考虑靠中换节奏 因为下路的话 金家后的步防太强了 他们如果这么一直平凡打发育下去的话 也 是不是可以呢 太乙加史莱姆斯如果要发育的话 他是在中后期越到后期越厉害 对啊 我觉得TTT 也不着急去出什么节奏 虽然他在中路给了两波子墨的费类压力 虽然没有能够杀掉 但是我觉得这个其实也可以没有 对 他只要让史莱姆斯发育好就行了 他只要防住北京卫博对于野区的进攻也就行了 打到后面大家纯凭后期的话 就是要看谁的切入点打得更好了 哎这一标先中了 但是一个进 凌横 这波开着奔狼文章想出来冲一下人 但是在上路也打了吉尔满一技能 今天拉到了两个人 但自己也被加罗回头一剑给点死 对抗路站边换了一个游走 而这个位置不住后五 被给菲勒加上进一波爆发秒掉了不然的凯 这三个人走在一起见谁杀谁 双方都在互相去上路支援的路上 微博这里爆得更加紧凑一点 TDG反而人是有点分散的 导致不然这个点为了卡住微博的人 反而被静和火舞加这个菲勒给开了 是的 这三个人的战斗力是特别强 一看进这波 进取之后打出了史莱姆斯 闪现最终还是换掉了他 凌横换了风霄 这波很转啊 因为凌横他是打掉史莱姆斯的同时 还让他交了闪现 交闪还击杀掉 那下一波在火舞有闪的情况下 菲勒有闪的情况下就可以强开 下路又来了 北京微博的节奏不断的跟进 火舞加进的打传能力就是强 基本上前期看到有机会就会去上 这个红buff只能看一眼了 骚扰不了乔西 正现在这个阵容 北京微博的主动权 比TDG的主动权要多 因为他的节奏点多 孙并的提速加上了菲勒进 或者菲勒火舞或者火舞进 任何的两两组合都具备了击杀能力 可是我们看TDG这边似乎有点不够 TDG这边他米莱迪 首先做的是一个辉月 他是以保命为主的 以保命为主的话 那你打团的时候提供不了什么伤害 而且也可以看出来 花卷他火舞的出装 在打米莱迪方面很有经验 抵抗之靴加一个大吸血输 对 这一波 琴琴一个人冲上去 靠自己的伤害单杀掉了孙并 但自己也被加罗给点了全部伤害 想强冲一波 菲勒两段位移不太好开他 刚刚那一标也没有扎到星宇 孙并他这一局比赛没有带进化 所以他如果被开了的话还是有风险 微博在现在的情况下 一直在给TDG的编路压力 而TDG这个时候最好的处理 可能就是抱团来中路给压力 因为红武他倾限能力不足嘛 对 可能要动手了 想骗一下 琴琴闪不交 对 三在野区打得起来 泰智人二技能拉上去拉到了射手 但身后是安全的 泰智人先给个复活打起来 这波静跟红武 红武一起进场 先带走了野斧 再来又是飞了一个血纹 配合加罗的伤害 带走了史莱姆斯 红区还能收 琴琴一个人在这个位置 也不敢动手了 一波零换三 终一塔 看看有没有机会 暖阳有点意识 是的 二技能一技能撤走 遵命过来 这波非累上去 加罗补两剑 最终让紫墨拿到了亲戚的头 暖阳现在还有大招 在龙坑里 可以拿这一条 十分钟前最后一团小暴军 终一他也拔了 来回换位状态还全都回上来了 这就是前面一波 在红区暖阳击杀掉 凤霄这史莱姆斯埋的伏笔 对 你在刚才打这波团的时候 史莱姆斯的闪现是根本没好的 没错 微博就是要逼着你打架 你只要跟我打架 你史莱姆斯必被切 其实刚刚在这几波节奏出之前 许诺一直在讲的是 TTG他可以暴中 在中午施压 但是他们连续的在边路和野区 被北京微博开了节奏 这就让TTG现在变得很难受 其实这一把的话 前期的那个伏笔 那个红buff很重要 那个红buff如果不空的话 微博是没有那么轻松的 能够频繁的去进入野区 这样也导致米莱迪如果一直被进野区 他的中线优势是当然无存的 就是不住火舞过去那个花蝶扇抢那个红 对 那个很重要 他现在也是十分钟龙团了 这波如果TTG打得好的话还是有机会的 但边线一直是火舞加进稳定拿到优势的 正面团队的话 史莱姆斯可能还是必要一段一定的发行体现 这波团 这波凯开他上去 但是尊敬的这个大招立在这里 地形不利于他们再往前挤了 现在就是TTG他们这个阵容的先手 如果是让太阵人上去的话才能开 又是一波打住了史莱姆斯的闪现 回头 可以输出 可是伤害不够 现在史莱姆斯的装备依旧是不够的 反这个红buff 红buff最后是被不然的逞击给拿到 但这个逞是当着脸胶的 十分钟的这条龙TTG就不好撑了 他只能考虑去换 现在赶过去换看来不来得及 有这个想法 是的暴君已经打了一半的血量 看时间TTG那边不知道能不能换掉 已经有1万块的 人过来了 能换掉 估计想留人 是的 菲勒上去 勾一下 但是个吉祥满 竟想从一个二塔位置绕 但是被太阵阵人给看到了 那还行 把这条龙给换了 这个反应还是很快的 这一波的话 还好是太阵从侧面盯住的进 不然这一波可能要被包夹的 嗯 最近微博拿到了第一条暗影暴君 而广播TPG 是换掉了暗影主宰 这也可以让TPG再刷一下 再拖一拖 这个阵容其实在有太阵阵人的情况下 史莱姆斯的经济只比加罗高了500块钱 这个是很伤的 因为我们之前看到有太阵阵人的史莱姆斯 基本上在队位上可以领先 对方射手大射1500到2000块 并且还是很把我被控告的情况下 对 又被拉到 这波来了 一波爆发打出不然的第一条命 站起来之后 还是要被带走 TDG这个阵容就只有不然一个前排 但是他现在也很穷 在面对到 凌横已经快要9000块钱的进 还有菲勒 以及不之后 这两个爆发英雄跟进的情况下 他真的扛不住 而且不之后 本来打凯就好打 现在正面的团单是 属于是微博 如果我想接他就可以接 他不想接凯 开始大招他 顺便二战人可以拉走 所以需要 斯兰姆斯他有足够的装备 这一波红buff还是要入侵 后面的团战画面 可能是需要斯兰姆斯 他出个猪肉之弓和加罗对点 已经做出来了 对 猪肉之弓加破晓的伤害 能把加罗秒掉才有 打赢团战的可能 可是他现在的装备 先走的是大吸血 破晓还是有伤害的 对 他这四件套 打加罗还是够的 加罗是没有什么防御的 但是 因为他的团战分析了 右边其实微博的阵 他普遍是属于 前排不是很硬的 嗯 他是一个飞类嘛 没有那种正式算 纯扛的前排 所以他的破晓往后放也没关系 那他们在打团的时候 广罗TTT这边 米莱迪是已经没有用了 然后微博他只要考虑 让飞类顶上去 就开你最前面那个人 然后进手火舞留技能 留着技能盯着风骄 风骄就不敢动 他就不敢上去打伤害 对 那就这样加罗可以白白的去 打到飞类开到的那个前排 就像刚才他们蓝区那一波打不然那一种感觉 现在还是看风骄能不能抽奖吧 对这个红反掉了 下路可能高地要被破 季小满一个人被拦在这里啊 加罗在这儿可以把下高给点掉 亏的 这个亏的 红幻高是非常亏的 对 那要看这波红buff能不能打出一点节奏上的东西了 那一波高地放的是很亏的 现在风骄是TDG的一个主要输出核心嘛 他如果 没有办法像刚刚许诺说到的 他过去看看能不能把乔西在侧边给他点掉 开始逐游把它点掉 那么可能就没有那么好打 就会把所有的切后牌的压力给到前厅 开太医就这样消耗一下 就打前排 你打前排我也打前排 对 这个距离保得特别好 就让史莱姆兹没办法去消耗到人 是的 然后让孙命过去挡标 只要这个标不命中乔西就行 现在火舞他也不是算一个就是切入点 他可能在正面丢个扇子 因为确实有一个米莱迪 还有个大招专门给火舞准备的 对的 看不进场吧 像这种团团就是到后期看谁的射手大了 就看谁的射手手长 谁打对方前排打得更快 嗯 TDG有一个优势 就是他有个太医在 我是个凯 我还有个太医 我两条命 但是微博现在的优势就是我经纪多 我有钱 他经纪高前有个孙命 对我可以拉扯 这波经纪手了 主动动手 红柚再来 大招铺一下一个飞翔弄一下 直接踢死了风霄 那第一输出点没了 架罗直接开长弓 上去点 减速挂上不然走不了啊 给了一个不活 站起来之后再来个进行之间 配个队友 一波带走了不然的第二条命 再到中路 飞累大招上去 下路 凌横追着帆帆 帆帆开了个奔狼 是的 他在尽可能的拖延时间 但最终还是要被凌横给带走 一个二爷 收下了泰乙正人 剩下两个人 轻轻的季晓满和子焕的米莱迪 中路的这波兵线 没办法处理啊 只能去拼了 但是拼完了中路 还有下路的兵线 看看能不能够到封销 史莱姆斯复活 史莱姆斯还有最后的一秒钟 兵线进去了 没有人出来清线 季晓满出去就被秒 架罗直接开场弓 破掉水晶 让我们恭喜北京微博 这一局比赛 其实我身边的两位 已经给大家分析的很透彻了 北京微博的 他们知道阵容的前进 小节奏点特别多 而他们就是利用了 不知火舞进和飞累 这种小节奏点 打出了优势 而GDG 他们只能在中路 去跟北京微博去作战 去对拼中线 中线权 但是双边劣势 还是摆在眼前 如果不在中轴 这唯一的突破口 打出优势 打出效果的话 他们就只能被动挨打 然后在拖大后期 发育的情况下 犹太尔真人 保护的史莱姆斯的经济 也没有能够领先 加入很多 对 这把微博 他的一个三突进 打得特别漂亮 尤其是零横这里的 一手劲 对 对于红区的两波 一波是花卷不住后 进去之后 反掉那个红buff 一波是零横的进进去之后 杀掉了风骄史莱姆 才打出了闪现 为后一波 又埋下了伏笔 中野两个人的表现 是这场北京微博 获胜的关键 接下来让我们把时间交给评论席 是的 好的我们恭喜北京微博 拿下了第一局比赛的胜利 在这一局开始之前的赛点评论席 有没有聊到 就说其实林恒 他之前没有拿过劲 在上一场比赛的时候 今天一上来第一局 就让大家过足了眼影 直接是红色方的前两楼 锁定了劲加上火舞双刺客 他是想好的在红色方 把提莉上了一个班位 然后把史莱姆斯放给你 那你在拿了史莱姆斯的情况下 他就可以拿到劲了 对对对 整体节奏非常漂亮 对 而且这把BP上 我觉得是非常占优的 因为提莉这把打掉了一个 史莱姆斯 一个技巧满 我觉得这三个都是算这个版本 优先级非常高的英雄 对 反观微博 我可能我只用了一个 像镜子这样的英雄 对 其他都是有平替的 我觉得 但他整套体系下来 其实还是比较有思路的 因为孙斌的一个强冲 然后配合中期有爆发的 勤啊包括不知火舞 这两个点就是往前一顶 TTG的正面是顶不住的 对 然后关于TTG的这个阵容搭建 像刚刚穆格也讲到了 像史莱姆斯 季晓曼 太乙都是在这个版本 比较强劲的英雄 但他中路是配到一个米莱迪 他本来想要去打一个对线压制火舞 但是很可惜 我觉得在局内 就是想象是美好的 动的有点慢了 就是拿出来我们都知道米莱迪 好打火舞 因为他兵线不好清嘛 那甚至是你可以更早的去压 对方的中塔 但我也没感觉那个中塔压了多少血 也没有看到米莱迪 往上或者往下的一些大节奏 因为你就一直在发育 就靠着太乙生的慢慢吃钱 那我觉得速度变慢太多了 对 而且其实微博战术执行的 还是很到位的 他知道自己中期比较强势的情况下 他就是前面拿了一点小游戏之后 就无限在进你TTG的红区 对 这个红是一直都没有给到史莱姆斯 所以说正面也没有办法去靠 史莱姆斯这个1技能去起节奏 然后就被拼推压死了 对 对 风霄打得也很难受 是他很难受的 因为他只有吃就吃兵线发育 其他的就BUB也拿不到 整体的经济都是往下掉 他一个人经济高 对 就整体的话确实是微博他的思路啊 他的入侵啊几乎是完美无瑕的 他们的目的性就很明确 我就一直盯领的红区打 而且暖阳是在刷前的同时也会过来带节奏 每一波都是盯的史莱姆斯 对而且是他配合火舞的双切入吧 刚下最后一波其实我感觉 风霄技能已经躲了蛮多的 镜子怪第一时间他散现躲开 对 技能躲了一大堆 但是第二套火舞又进来 两套进场的话 你是没办法活的 他第一套是用二技能拉走了 那第二套是用闪现躲了火舞 但是后续你就再也没有位移了 对对对 这一把的话看到整体北京微博这边 只有两个阵亡 北京微博打得更主动 然后广州TTG的话就是前期没有节奏 没有任何的节奏 虽然说在河道有看到清清去抓了一波孙病那个点 但是就是不能止损 他不能够给他们带来很多的一个经济发育 对 而且那一波其实如果只是单纯一个一换一 其实我感觉还是让乔西来发育的 对 这确实我觉得TTG间的第一局 看起来是还没有找到状态的 嗯 对 那北京微博拿到这套阵容之后 他的思路就是处理的也都非常好 打得也都非常顺 林衡的近27%的伤害占比 参团率84% 作为一名刺客 他有一波在那个TTG的红区 那一波很危险的 当时看他的血量是更低的 对 结果一岁内反杀了 本来捏了把汗是吧 是 那波是访完红之后还打了个一换一 那波是 而且就是成功算是指助了你这个 对面C位你的史莱姆斯的发育 一换一也是挺赚的那波 对 而且之后的每一波都会一直记得 你那个红BUFFCD 然后就一直来 对 主要他的战术目的达到了 所以对于北京微博整体来讲是很赚的 感觉输的原因还是在于 米莱迪这个点没有打出来效果吧 嗯 其他点其实发育啊 包括史莱姆斯发育都还可以 然后三半图的小满对线对的也还不错 对 我们能想到的画面肯定是米莱迪拿的线权 或者说是给到边路压力很大 因为他的一个大招放上去 再来一点机器人伤害很高的 但是前期没有打出这样的效果来 好的 来看一下本局的MVP 给到了林恒 敬 84%的一个参团率很难得 因为做一个野河 你要戴着之后又要刷钱很难的 是 在今天BO7的第一局比赛 在这场败者组第一轮的较量当中 林恒第一局就拿出镜 并且斩获了MVP 我觉得这一局拿下的话 对于北京卫博今天的胜算增添了不少 因为其实两位嘉宾 今天赛前是更加看好TTG的 对 他们现在的状态第一局不像是有调整好的样子 看他们后续吧 能不能够调整回来 而且BP赛我还是觉得有点吃亏 第二把的话可能BP也没有那么舒服 因为你自己需要在帮位上去搬掉这个史莱姆斯这个点 对 确实用的会更多一些 是 主要第一局只在中路上省了一下英雄 对 那其他三个位置都用了比较强劲的英雄 是的 而且这个版本的蓝灵也可能没有想象中那么的多 这局也使用掉了一个凯 然后后续在每一波近红的时候五个人都在 而且就是近加火舞的双切入就是让你的史莱姆斯没有输出空间的 最多你一两下你就要开始逃跑了 我刚刚看到凌晨的那个眼神充满着沙气 感觉已经要穿透这个屏幕了 好的本集也是为大家准备了语音回放 让我们一起来听听看吧 我们往红上挤 往红上挤 菲勒跟我们 菲勒你来跟我 跟我跟我 打他一拖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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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拿我的拿一拖鞋 我拿一拖鞋 我拿一拖鞋 什么什么什么 拿一拖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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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跟你 能跟你 拿走鞋 小心 小今天冷静点 休戴鞋 找小敛 对对对 人都露了 可以打他你 等我可以夹着 直接看 压中吧 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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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可以秒龙 不压中 高高的 盗扣都挡伤 白色的最后一个 翔满 最后一个 米尔满范在外面 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 käo 跟我的妹子 flowing 向前冒 我赶了先把砍伤了 来跟我来 我赶了先把砍伤了兄弟 先把砍伤了 来中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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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过线去过线去过线 限限过多了 能一波兄弟 米尔满范 杯上一波 看米尔满范 拿先尼一句 我成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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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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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前顶 往前顶 往前顶一波 连打一波 我猜猜猜 放心 连打 连打 今天其实感觉林衡很不一样 就在局内的沟通当中也非常的主动 然后有非常多很强势的一些话语 但是都是帮团队去撑起了整个节奏 就是感觉串联起来了 在面对败者组的这种压力之下 我觉得北京微博今天第一局是准备好的 他们的状态是调到这种 如果我输了 我将会遗憾告别世冠舞台的这种心态 但是我觉得TTG这边的话 确实还要再把闲崩得更近一些了 感谢官方鞋服合作伙伴Puma 亲力支持 出张标配 超神开黑 盛大卫营 实战 秀不停 别光看快连麦 上踢踢云 来把真的 找游戏搭子 上踢踢云 连麦开黑 赢更爽 选骁龙痛快赢第三代骁龙8 移动平台换星登场 全新Snapdragon Elite Gaming特性 带来卓越移动竞技体验 全新卫营让AI触手可击 不凡玩品 KPO官方授权选手卡闪耀加持 收藏升级 快乐加倍 那两位觉得说TTG接下来 在这场BUG想要获胜的话 怎么去调整 首先自己状态要调整 因为刚才下路高利时犯的有点奇怪 然后第二点我觉得第二把的BP上 可能会在打野这个地方 会去拿到比较高的预先级 因为我自己要搬那个 史莱姆斯对面的班位 还是一样卡分离体力 那我可能我一抢就是可能是这种 强劲的一些 就是朱卡这种英雄 或者说我前面两手前三手就要出镜子 我镜子还你一把这样子 好的让我们共同期待 稍息戏马上回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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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